你好 我是老胡 不是胡老师 欢迎你来到老胡的散装英语频道 今天我要给你看这么一个东西 是一个coupon优惠券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coupon上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现在大家看见的就是这一张优惠券的正面 save on sweetness sweet是甜的意思 NESS是一个后缀 把它变成名词 sweetness就是甜蜜咯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张valentine的促销卷 你看有心 有礼盒在这个地方 还有happy heart day save one dollar when you buy two hallmark greeting cards greeting是打招呼的意思 比如说在楼道里头跟大家说早上好 这就属于greetings greeting card在这个地方就是贺卡的意思 whoremark是美国最著名的一个做贺卡的公司 已经超过了100年的历史 在这边所有人都知道 whoremark它的这个标志是这样子的一个像皇冠一样的东西 save one dollar就是便宜一块钱 当你买两张贺卡的时候 有效期valid从1月7号到2月14号就这样一个时间段 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呢 就是给情人节促销嘛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张优惠圈的反面 有些什么样的信息 这上面有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这就是美国邮政局的意思 这是一个海英的这样一个头 作为它的标记 美国邮政局的所有的这个送邮件的车子 上面都有这样的醒目的标志 你能看得到 它是白颜色的一个车子 那么这是whoremark这一家做贺卡的公司的这样的标志 他们联合在一起做的一个促销 我们看Must present and surrender coupon at time of purchase in order to receive discount 为了得到这个折扣 你必须出事并且 surrender surrender就是投降 交付的意思 你得把这张实际的这样一个优惠圈 你得拿出来 而且要给这个柜台人员 at time of purchase在买的时候 就是你不能给它扫描以后 你又留着 就是用的一次性的 这个柜台人员必须把这一张coupon把它收走 是这个意思 offer not valid on any other US postal service product or service 产品和服务 这样一个offer 这样一个折扣是一个offer offer not valid 无效 on any other其他的邮局的服务和产品 说这个促销是在邮局之内的 因为是邮局和whalmark联合这样的举办的 但是你在这里头不能把这个优惠圈来用作去买邮局的邮票 信封 其他这些东西 就这个意思 offer offer这个单词好有趣 我们讲 我要make an offer 就是我给你提出一个这样一个提议 那么对应的那一方的话 他就讲accept 或者是counter offer 就是反过来再提出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提议 这个经常可以听得到在买房子的时候 下单就是make an offer 然后对方不同意 他就counter offer 你想这个房子我出100万 对方讲不行你要110万我才卖 这是counter offer 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另外一个场景我们经常听到叫make a job offer 你去应聘以后 最后人家决定要你 给你15万一年 然后给你多少搬家费 多少sign on the bonus 就是你签字 给你签字费的一些奖金 所有这些东西 那么就是一个offer offer在这个地方意思是 邮局跟这个贺卡公司 他联合起来 讲你买两张卡的时候 我就便宜你一块钱 这就是他的offer 所以offer not valid on any other US postal product and service US postal service 我们通常是简称把它叫做USPS 一般都不会讲这么样的全称 更少听到人会去讲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因为太长了 所以普通人都会讲USPS 这样一个缩写 this coupon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or coupons combined 就是合成的意思 一起用的 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说你不能去把别的这样一个优惠 或者是优惠券 把它放在一起使用 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店里头经常会看见 今天这个东西打折 然后你买满50又打折 你这一个月消费超过多少 然后再总打折 大概就是叫折上加折 这样一个意思 他这个地方就告诉你了 你不能跟任何东西组合在一起 cannot be combined 你不能把它跟别的东西一起使用 你不能拿来一张优惠券 再拿另外一张优惠券来 所以这个是单独的 你这样子买 就是两张卡片一块钱 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or coupons 然后limit one coupon per customer per visit 你到邮局去一次 买这样两张卡便宜一块钱 per visit 做一次这样的购买的行为 我们前面讲过另外一个单词 叫做per transaction 一次交易当中 一样的意思 就是一个顾客去邮局的一次 只能用一张这个coupon 其实是超级严格 你不能讲我买四张 你能不能给我少两张这样一个优惠券 根据这样的条款是不行的 你买四张 其中只有两张是可以给你便宜的 no cash value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是没有现金的价值 copies and facsimiles not accepted fax millies是什么 就是fax传真的意思 copy就是复印件 你要用这样的优惠的圆券 你不能去复印一下子 然后哪来使用 也不可以用传真机 传真机的效果 其实上就跟复印是一个意思了 不可接受 not accepted 就是无效的意思 available at any USPS location that sells greeting cards 这样一个优惠券的话 在什么地方available 有就是在任何一个USPS美国邮政局的location 其实就是邮局的意思 这些邮局卖这样一个贺卡的地方 并不是所有的邮局都卖这样一个贺卡 比较大的邮局 他才会买这样的贺卡 所以这样一个优惠线 available at any USPS location 最后一句告诉你 coupon only valid at USPS locations 这句话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贺卡 在很多的百货公司和商店里头 便利店里头都有的卖 这张优惠券 你不能拿到邮局以外的地方去使用 那些地方可能不打折 只有在这个地方邮局和这样一个贺卡 联合在邮局店里头做这样的促销 你可以理解吗 因为你贺卡总是要寄 所以人家到邮局以后 就可能顺带买贺卡 然后就寄出去 所以这样一个贺卡公司 跟邮局联合起来举办这样一个优惠活动 这可以理解的吗 这底下 Offer expires February 14th 2019 2019年的2月14号 这个是针对情人节的这样一个优惠活动 那么这样的优惠券 在邮局的那个价值上是有一大堆的 你在这个货架上去挑选课卡的时候 你只要撕一张 然后到柜台交钱的时候 把这张优惠券和卡片给柜台人员 他就会扫描和收走这样一张优惠券 给你便宜一块钱 收走和提交就是surrender 这样一个单词 好 这张小小的优惠券 就是我今天到邮局去 在他的货架上面看到了 就拿回来跟大家分享的 这是老胡的散装英语频道的一个特点 我给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材料 展示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希望这种节目的方式你会喜欢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一期的老胡的散装英语节目中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